去年6月豪大雨 造成內湖區大湖山莊街 文山區新濃路一帶地區多處积水 長台來襲 特別是水利處 已經針對大湖山莊街周邊 新增了三處截流溝 增設側溝淨水閣 而在文山區 也完成兩項排水分流工程 新建兩處治紅池 增加抽水戰機具 林六林六 那種大雨 我跟你講 我想說好好跟他拼一下 看看他跑完 我就不下來不理他了 就你知道嗎 那個網上 那個李明打電話給我 你看 欸 老陰水 老陰水 105年 也就完成 湘灣的這個 分紅工程 還有縣兵營區的 這個除流池 那在106年的 0602 也驗證了 這樣兩項工程 還有其他的 輔助工程的成效 包括87座抽水站 418部抽水機組 36座疏散門 以及1158座閥門 都已經全數檢查完成 目前台北市雨水下水道 可以容納每個小時 78.8毫米雨量 預計到2030年 將提升到每個小時 88.8毫米 很多的公園的改建或新建 讓這些公園 承擔更大的 這個儲流的能力 有點像我們 這個 那個 那個志宏池 在我們這個縣兵營區一樣 就是我們打算修正 公共設施 基地保水作業要點 當年這個基地保水 作業要點只規範了 台北市的機關用地 但是未來 我們的修訂會擴及 台北市內 不管是中央的 地方的公共設施 全部要接受這個管制 面對颱風過境 好大雨可能來襲 水利處提醒民眾 要清空水溝蓋附近雜物 也可以下載行動防災APP 隨時接收最新的資訊 掌握降雨等等情況 來應變防災 記者顧參詠 猜報報導